大家好,快到2021年DSC放寶日 今年的放寶日會是一個特別的日子 7.21,7月21日會有這個放寶日 這段影片會很快跟大家說一下 究竟當日的流程是怎樣 以及對於不同的同學來說 其實你要有什麼準備事項 其實整個流程非常簡單 這個考評局今年會用一個新安排 就是它會經這個SMS短訊 來發放大家的DSC成績 也是一個挺新的做法 第一年做的 它就會在7.21的9點 就會在SMS發送大家的成績給大家 但大家要記住 這個SMS是不可以拿來做這個成績表的 所以你之後如果要用這個成績表 即是大家要去報不同的工作 或者不同的Exchange的機會 要用到這張成績表的時候 大家就要用那張考評局給你的成績表 如果你是日校考生的話 就要去回學校拿 如果你是自修生的時候 它會郵寄給你的 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大家都不用擔心 如果你知道成績之後 其實同學最主要要做的事情 就是你要去準備在7月22日 即是放網之後的第一天 去到7月24日大學聯招改選的程序 那你記得不同人有不同的時段 所以大家要去查清楚 你是哪一個時段 即是說就說有22至24日這樣的時間 但實際上其實只有一天左右的時間 所以大家要去查清楚 你那個時間究竟是幾時 所以其實放網之後 大家都有最少一天的時間去研究一下 或者改選有些什麼的想法 或者你應該怎樣去想一下自己的前途 那這個時候大家就可以回到學校 跟老師去到商討 怎樣去到選科的 那你留意一下就是你的學校有沒有開 即是大家知道在這個疫情下 不一定每間學校都有這個現場的升學輔導 所以大家如果那天想回學校跟老師聊的話 你首先問一下學校會不會開給你 那另外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其實學校裡面是有一個system 可以check一下 就是究竟每一個大學學科裡面 那個的入學成績是怎樣的 即是說可能就是那個low quarter 或者可能minimum的情況 那大家就可以評估一下 究竟我這個成績 會不會是有辦法 可以在今年的評分底下 進入到這個學科裡面的 那大致上就是這樣的 那如果個別來說的話 對於一些找一百大的同學來講 就是可能你已經有二十多分左右的情況下 那其實你要做的就沒有什麼好做的 其實真的 那你要做的就是 其實你要認真去想一下 究竟這個聯招改選的時候 你會是怎樣排這個次序 即是你會想放些什麼科目 進入這個bandA裡面的 OK 那所以其實你要在過一天 最少一天的時間裡面 要做的就是你快點想清楚 究竟自己想讀些什麼 想做些什麼等等的情況 然後你就看回 究竟這些學科 他實際上去到大學的時候 是怎樣的 就是舉個例子 心理學 那心理學是否就是 教我們讀心 是不是呢 或者這樣說 就是你進入去之後 究竟是用什麼的平衡方法 就是舉個例子 他是會不斷叫你寫paper 不斷做group discussion 還是有很多quiz 有很多home birth等等 那你都要知道 究竟這些是 不是你想在大學過的一些生活來的 就是這樣了 那當然更加有更大的問題 可能就是大家可能還在想 究竟選一些有前途的科目好 還是一些你有興趣的科目好呢 那這些可能在下一條片裡面 再詳細一點說 那所以其實大家 如果對於找有八大同學來講的話 那其實那天來講 你就認真一點去考慮自己想讀些什麼的科目 然後呢 可能再透過網上面 可能問一下老師 問一下一些師兄師姐 然後去了解一下 究竟這一科在大學的生活是怎樣的 就是這樣了 那記住了 就是如果你要回學校的話 就記得問清楚學校開不開了 那我就這麼說 其實現在科技都發達了 那大家都習慣了online lesson 的時候呢 那可能跟老師聊都不一定要是回學校聊的 你也可以是 在whatsapp 在signal 在其他的social media裡面聊 那另外更加重要的 就是大家排完之後 你排完之後呢 那你都要準備回 放榜之後呢 其實那些科目開始 會有一個放榜後的interview 那放榜後的interview 是重要很多的 對比放榜前的interview 那所以大家都去想 究竟我有沒有這個面試機會 對了 那如果有的時候 大家就要更加努力 就是這個放榜後的面試 好了 更加重要的就是 對於一些未能夠 找一把大的同學 OK 那如果你還想 在讀這個學業 即是有一個可能 大專 可能是課師 可能是高級文憑等等 學歷的話呢 那可能你就要準備回 以下的物資 去到在當日 去到報讀不同的火情 那我會覺得呢 暫時來說 我想到就有以下的物資 可能大家就要去到準備回 令到你在當日 可以去到不同的場地那裏 報這些的火情的 那第一個就是身份證的證副本 第二個就是你DSE成績表的證副本 那這個就可能要回學校才拿到 OK 這個大家要留意 那我相信呢 其實你有那個SMS的成績的時候 那些的 附學士課程 和那些高級文憑的課程院校 他們都會是接受了的 應該不用怕的 這個位 那第三個就是你中四至中六的 成績表的證副本 就是可能學校都想看回 究竟你學校的performance 是怎樣 或者可能你的粗痕是怎樣 老師是怎樣評價你的性格 你的 這幾年的經歷 是怎樣的 OK 那第四個就是一個OLE 和SLP 的副本 其實就是這個 其他學習經歷 和這個 學生 學習概覽的證副本 那第五個就是一些錢 因為大家要去報課程的時候 他很多時候都要你加報名費和留位費 那報名費一般來說 就百多元至幾百元 我實際上就可能因課程 有不同的收費 那所以這個呢 我都會建議大家可以 是預留充足一點的 多點的報名費 那 那留位費呢 就多數不用你直接交的 那所以其實呢 我那時候覺得可能2500元左右 其實已經OK的了 那有什麼事可能呢 跟家長一起去的話 那他們可能有ATM卡的時候呢 那都可以到時才拿到沒問題的 那另外呢 那另外呢 就記得有百雅通啦 是啦 因為可能你要去到不同的地方 去到報名的時候呢 那可能車費都比較貴的 是啦 那另外記得帶些文具 可能是紙筆啦 那讓你抹下一些東西啦 那筆的時候 可能就給你報名啦 或者可能給你有其他用途啦 那近照呢 就是可能呢 其實你報讀課程的時候 他會想留下你的照片 是啦 所以這個時候呢 大家盡可能都準備啦 那最後第六樣呢 就是一個充電器 那我相信呢 那我相信呢 大家可能去到不同的院校 報名的時候呢 你可能會查詢回 即你那天可能會查詢回 究竟不同的院校 在哪裏報名的 或者哪些地方 哪些地方 是會有這些報讀課程的展覽 你想去了解多些的時候呢 那可能你的手機要用很多電啦 那我個人覺得呢 你帶一個充電器過去呢 其實都比較穩陣的 那這裡我要特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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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調 就是大家如果你想讀課試啊 或者可能高級文憑的時候呢 大家記得查清楚 究竟他是不是在這個 香港的資力架構裡面 因為呢 有很多不同的掠水的課程呢 他們會說到自己 自己的課程結構很好 有很多的認證 有很多的資力架構裡面呢 是承認的 那但當中有很多的語言藝術 就是那些的學店呢 其實他都會在這些位置 騙大家進去報讀他的課程的 那我個人覺得就是大家記得要查清楚 他是不是真的一個 在香港資力架構裡面的一個課程 而不要因為 就有事少啦 但時間真的很重要 那所以大家記得查清楚 就是這些課程呢 是不是真的 在香港的資力架構裡面呢 就是這樣啦 那初步來講呢 就是對於當日來講呢 大致上大家就會做這些這樣的事情啦 那你現在可能再有些影片呢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Juplus裡面的 興趣科啊 或者是一些前途科啦 我們叫做 對啦 或者可能一些appear的時候 大家要注意的事呢 那我們在之後的影片再講啦